北宋建立后 南方的娇旨在表面上臣服于宋朝 在暗地里却时不时劫掠蚕食北宋的边地 汉代史 娇旨本为朝廷边地 其与四川共同构成了我国西南方的国防体系 至唐高宗时 又将这里从娇州都督府改为安南都护府 从此 安南成为了唐朝南部边疆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关 唐朝朝以安南与雍州互为鸡脚 和鸡边地的蛮族 国为陵南 后来南兆国攻陷安南 进军雍州 便让整个陵南镇孔 虽然越南有些学者认为 唐代史的安南需要当地土著自治 都护府只是进阶管理 但据安南志源所在 安南都护府当地的州县行政组织规模 都与唐朝内地相符 安南当地的人口数据 唐朝也有系统掌握 可见在推行机密政策拉拢当地豪族的同时 唐代对于安南的统治和教化还是非常深入的 其中最繁荣的郊州 在唐县宗的元和年间 人口已经达到两万七千余户 但是身处边境地区 也难免被引入战火 唐玄宗时期 邻居安南的南兆国在云南一带崛起 唐朝多次围剿不力 南兆国信心爆棚 与唐德宗时联合吐蕃 进军二十万直取成都 结果被唐朝打得惨败 无奈与唐朝签订 苍尔之门会复友好交往 不想二十多年后 南兆又开始了对安南的长期侵略 至晚唐宗时期 唐朝对安南的掌控能力大幅减弱 安南经历时李卓又贪比不堪 迫使安南本地豪族里游毒 投奔南兆 安南边地门户大开 十一年间战乱不断 所谓南兆两线交职 所杀卢且十五万人 这些被杀的人 不少是南朝控制下的陈一居民 如此规模的屠杀和辱掠 使得唐朝之手的力量大幅减弱 安南本地土著进一步崛起 江州沦陷后 雍州一带的防蟹也崩溃 南朝接着就攻陷雍州 如律二十余日 所谓诚意居人 事不存疑 直至唐一宗贤通五年 名将高平主任安南独户 才扭转了局势 牢高速度大破南朝军 杀敌三万 招抚一万七千余人 终于在贤通七年 收复安南 平定变换 为了恢复安南的建设 高平处理盛大 据记载 在修建安南城年纪大罗城时 新造的屋子达到了四十万间 但安南一带常年的资源消耗 已然透支着唐朝南方地区的财政 不久后 社会矛盾全面爆发 也间接成为了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陈国宝老师既指出 唐王于皇朝 祸起于桂林 而桂林之祸的根源 便在于安南战争 唐朝灭亡后 华夏进入了分裂的五代乱世 安南同样在这个阶段 进入了割据时代 盘踞岭南的南汉 仗着自己人口多 想要攻灭安南 不想安南已经破成气候 当地豪族无权 质疑安南部分地区的军力 便在白藤江 击败了南汉 直到公元979年 北宋攻灭北汉 安南已经割据了70多年 并在963年 完成了整个安南地区的统论 由丁氏政权 自立为外圣王 古号大取悦 由此成为 越南独立建国的开端 不想丁氏统治 不过十几年 便发生了皇位纷争 开国皇帝丁布林 在宫廷内乱中被杀 只能由六岁的小儿子丁玄继位 权力马上被 全程黎环给侵入了 丁玄与他的母亲杨氏 斗不过朗黎 便向宗主国宋朝求援 宋太宗一听 简陋的机会来了 马上法大军 出兵交职 但我们车踪贴身八字 和简陋犯冲 丁玄母子一听 宋军来得这么快 又觉得便宜自己人 也不能便宜车踪 马上又公开委托 黎环主持战事 还握着黎环的手 亲切地表示 舍此攻其谁 黎环很感动 然后就行使兵权 发动政变 窜合了皇位 建立前黎朝 宋朝军队这边 还傻乎乎的 以为是来简陋的 派出来的将领 也没几个能挣场子的 完全没意识到 等待前方的 已经是统合了 国中资源的黎环 战争初期 宋军一度破敌万亿人 战后颇风 主将侯仁宝 便不顾朱军配合 一路诸图猛进 然后就被黎环社府打败 侯仁宝也被挣前斩杀 主将被害 宋军又苦于南方仗气 战事陷入僵局 宋太宗建简陋不成 还搞得进退失据 无奈之下 只能下令折军 离皇害怕 宋军再度胆下 便不断前施 路攻宋朝 请求策封 车宗虽然不爽黎环 但碍于要集中兵力 违抗契丹 便不再敌视黎环 策封其为 交纸郡王 前黎朝虽然挺过了 这次危机 但只过了29年 并又被殿前指挥使 李公运所推翻 至李公运之子李德镇时期 宋朝发生了农之高止乱 永州再次违宪 李德镇便计划趁乱 带兵入宋昆水摸鱼 不想送将狄亲 用极短的时间 便平定了农之高 而顺手加强了 李南的国防秩序 李德镇既然为所留没完成 只一年后便去世了 皇位传给了儿子李日尊 国号改为大裕 李日尊的隐心 和元日天不妨多让 他继续放纵士兵 骚扰宋朝李南 联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曾经在平定农之高时 旅游大公的直永州萧柱 看在眼里 非常的不爽 他暗中联络边地农民 操练军队 希望有朝一日 能攻灭骄旨 但是仁宗朝后期的政策 是恢复民生 和巩固国防 并没有接受 萧柱的提议 将有五年 骄旨再次勾结宋朝境内的蛮族 攻打永州 北清明明臣于静 率军击退 于静斥责骄旨使臣 让他们归还所略财物 上表认罪 骄旨使臣虽然在于静面前 乖乖认怂 但在回国后 马上把认罪的事丢在脑后 再美了下文 被放了鸽子 于静倒也不弃脑 而是联络了更南边的战臣 两国一同出兵 靠近骄旨边境 施以军事压力 这次李日尊再也扛不住 主动上表认罪 如共开封 两国边境才恢复稳定 但这并不代表李日尊 放弃了扩张的隐形 九年后 也继宋神宗新宁二年 李日尊大活战争 如略五万余人 交至国力 日趋强盛 被宋新宁五年 李日尊去世 他年仅七岁的儿子 李谦德即为 国阵交到了太师李道成 和皇太后 杨氏的首领 但李谦德的生母 伊兰元妃李氏 也是个政治强人 他并不愿国阵 交到别人的首领 新年李日尊在万政战时 长年后方 交给伊兰元妃打礼 因他治国有方 又推崇佛教 交至国中 常称其为观音宁 只是一年的时间 伊兰元妃 便除掉了杨太后和李道成 掌握了交至国的实际统治权 只是这一系列消息 传到宋朝 却变成了交至 在战争吃了憋 国事大帅 兵力 甚至连一万人 都凑不出的版本 宋神宗听了 觉得又可以飞龙起连 他想起 仁宗朝的老臣萧柱 曾提议攻取交至 便认明他为治贵州 由是拉开了 宋焦战争的序幕 主角安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事实上 自从北宋边境 遭到交至的平凡袭扰后 宋朝对交至的态度 也是愈发冷淡 因宗继位时 便询问大臣 交至是从哪年开始割据的 然后宋朝便在两国边境 连连了五万土丁 以震慎交至 神宗继位后 也是继承了起伏的意志 警惕交至 就连交至王李日尊去世时 也没有追赠南越王 在殷宗父子看来 交至虽然成了气候 但毕竟是南方小国 见到宋朝方施加压力 再怎样也会收敛点 却不了 仁交至国独立百多年来 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巅峰状态 野心正在极具膨胀 人本来就对宋朝的里南地区 虎视眈眈 如今被押 不但不会害怕 反而更加弄不可 事实上 对交至国的威胁 宋朝中也有人遇感到了危机 这人便是宋神宗所新任命的 支贵州 萧柱 面对神宗出兵交至的想法 萧柱却坦言 当年在宋朝边境 训练的精锐动兵 大部分人已经去世 而交至国的国力 却比之当年更为强盛 所谓其众不满万 八成是谣言 所以在他上任后 并没有执行 立兵莫马 进取交至的国策 神宗不信邪 又去询问 信念跟随狄青南征的老将 河冰的看法 河冰却也认为 轰略交至没有任何异处 执行曾不听话 神宗便启用了听话的另外两人 神奇和刘仪 因为支持王安石变法和宋交战争的缘故 史书给神奇和刘仪两人的评价 并不好 但若是参照二人早年的经历 却都可谓咸诚 神奇和王安石是同科进士 他早年曾自带兵法 白夜范仲淹 参与了前线战史 由此得到了范仲淹的器重 待任海门支县时 神奇又筑笛 导引江水灌溉农田 解决了当地农民的生产问题 百姓甚至为他修建生辞 以作感念 而刘仪在水利上的志己 则更是突出 他在之前周任上时 修筑的排水工程福寿沟 被誉为福泽千年 排水沟总长12.6公里 大幅地减少了 前周当地的水涝之海 其中甚至还有2.6公里水沟 沟用到了今天 刘仪在治理地方上的能力 就算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宋史 也不得不称赞其为 知博书 续孤寡 作卑池 较忠义 贫富义 义奸华 凡所以惠名者无不至 义人记其事 母约制范 宋神宗与王安石 以神奇和刘仪替代萧柱 先后担任知贵州 为的便是在交职问题上有所作为 神奇将拥州 五十一栋的洞鸣 变为宝甲统一训练 刘仪用进一步强化当地土丁的军事训练 聚集州船操练水战 实施保家法 本也是宋朝渗入开发华南的必走之路 但看在交职眼里 却都成了威胁 我们知道 因为民营这大片山林 两国贸易长走水路 所以越南民间多称呼中国人为船老 如今神奇与刘仪不但操练兵丁 还大规模建造战舰 成立于富良江之上 这也很难不被交职发现 神奇又禁绝了 交职人在宋朝的轴线贸易 这种种侵蚀交职人的冒进之躯 也确实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 西宁八年 为了抢占先机 交职国终于率先发难 全国东元十万大军 以大将李长杰 林水军出永安 农宗胆出永平 龚庸州 正式发起了侵略宋朝的战争 宋朝无备 清州与廉州 皆被李长杰攻陷 神奇和刘仪虽然在广西 有三四年的经营 但在交职倾过来的军力下 还是显得不太够看 再加上 宋朝的国防重心一直在北方 致使交职的此番入口 对广西地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然而正当交职军顺风顺水之际 却在向南罗易攻陷的雍州城下 吃了别 交职大将龙宗胆 作为二路统帅之一 虽然拿下了雍州周边的四个宝寨 但就是拿雍州没办法 直至李长杰率军曾一元 也同样攻不进雍州 原因很简单 守雍州的是个猛男 他叫苏坚 苏坚本是福建泉州近江人 他们苏家人才辈出 且都很有个性 他的族兄叫苏生 即使放在阎关辈出的宋朝 也是个战斗力特别爆表的存在 甚至因为太毒蛇 还被宋仁宗外放出了朝廷 苏生的儿子叫苏宋 不但做到了宰相 还是宋朝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堪比人形图书馆 苏坚本人虽然也是近视出身的文官 但他擅长军事 同样特别有个性 在广州南海做宪主布时 遇到一个当地豪族出身的富商 在他面前摆扑 小苏二话不说 抡起棍子就是一顿揍 雕人做县尉时 别的县尉抓到贼 是喊给我上 苏县尉则是让手下负责配合 自己一记绝尘突了过去 亲手斩贼手而还 那么升官到之州级别后 苏坚又没有消停点 抱歉 龙之高造反时 原本并没有波及到苏坚负责的英州辖区 但苏之州啊 就是能自觉招兵买马 攻打龙之高而去 详细的内容 我们都在人宗片的龙之高之乱部分 有所提及 仁宗见到苏坚那么能打 想将他改换为武官 苏坚也很乐意 于是朝廷下达任命 换苏坚为从七品的贡贝库赴使 广东都坚 管押两路兵甲 前忠实赐朝一和近代 事实上 文人做武官也是当时的时代风气 与苏坚同时代的刘姬 王少 张敦 张杰 沈阔 以及后来非常坑人的徐喜 都算是那个时代的代表 和他们比起来 苏坚的资历比较老 但是运气也不太好 他做武官后遇上了个坑爹上司 陈属 就是那个被农之高击败后 由因为违反军规 而遭到敌清 名正典型的宋军大将 苏坚作为副将 也被牵连贬官 再加上他的脾气容易得罪人 在错过平农之高这个机会后 苏坚之后的20年官运 就好比某电梯品牌的广告词 上上下下的感受 直到娇指人打进来时 60岁的他 终于做到了正气品的皇城时 拆遣是雍州之州 曾和他一起平地农之高的武将张玉 在打完农之高时 还只是正八品的内殿重搬 而在西宁七年 已经做到了正五品的观察时 拆遣是五人巅峰的三亚冠军 然而试图的失忆 并没有打消苏坚的热情 他不管在哪里围观 都能留下为人瞩目的政绩 升起刘仪至贵州时 苏坚也早就预判到了 娇指人的动向 他分别写了封信 劝说他们 但是沈刘二人都未放在心上 刘仪甚至还回了封信 斥责苏坚 直至娇指军入侵 正碰上苏坚的儿子苏紫园 带着妻子和儿子来探望苏坚 当时为了稳定领难局势 保护百姓至于被娇指军在野外袭杀 苏坚张天告示 不准百姓擅自出城 但整座雍州城 总共只有2800兵力 面对娇指人的十万大军 也确实力不从心 有一个军校想要潜逃出城 被苏坚抓住处决 然而他的儿子苏紫园 这担任贵州似乎参军 大乱之下 必须得回贵州主使 按照道理 他的家属也应该一起回贵州 但苏坚只让苏紫园出城 却留下其妻子和儿子在城内 以稳定军心 永州被委后 娇指军发起全面的总攻 不想苏坚早已以身作则 有效地统合起了全城的资源 永州城防变得无比坚固 娇指军用云梯攻城 即遭到宋军焚毁 用毒箭射宋军 结果射城比不过神毕宫 还是被吊打 苏坚还很体贴地招募了数百死士 出城搞偷袭 一战机获得200首级 击杀十几头可爱的大象 两军四十多天打下来 娇指军以三十多倍的兵力优势 在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代价后 恋是啃不动永州城 事实上 除了苏坚的出色指挥外 永州城在经过多年的建设后 城防也早变得坚固无比 不管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 在听到永州被委后 比起城池被攻破 他们都更担心苏坚为了贪功 而擅自出城决战 就算是苏坚本人 当初敢于将全城百姓留在城中 也是因为有信心能守住永州 唯一是他担心的 是贵州那边的援军 一直迟迟不肯到来 毕竟永州城中的粮草水源 也日渐不知 他担心是刘仪放不下二人间的矛盾 故意坐视不理 那么刘仪有没有放弃苏坚呢 其实他在收到苏坚的求援信后 便马上派了独剑张首杰赶赴支援 然而这支匆忙组织起来的援军 只有数千人 大部分还是新兵担子 几千打十万 张首杰自觉数学不差 选择了挣钱摸鱼 但是他的上级衙门等不了 强令他出战 张首杰无奈之下 值得率军直途昆仑关 然后就被骄纸大将李长杰 以优势兵力击破 张首杰战死 这一战可谓给骄纸军带来了转机 倒不是杀敌数有多高 而是宋军中有一些善于功臣的士族 也遭到了俘虏 以及后来的功豪动等套路 便都是这帮人告诉的交纸军 只是城中军民一心 这些威胁都被苏坚以火攻化解 眼看着雍州城攻破无望 交纸军已经有了撤退的打算 不想那帮带路党做狗做上了瘾 又接着建议交纸军以人数优势 用袋子装土 在城外堆积个小山 然后全军顺坡 对城内发起总攻 李长杰听后觉得有道理 他又估摸着宋朝预军 在短期内无法到达 便放手做最后一搏 交纸人以数万之重 顷刻间堆砌的小山便高达数丈 这下彻底无解 交纸军最后一波冲锋 雍州城就此零陷 苏坚无奈之下 值得将全家36人全部杀死 然后辞焚殉国 他在临死前 与城中张帖神取留意的罪状 认为是他们先引起的战事 由拒绝救援才导致了雍州的惨祸 李长杰入城后 开始了血腥残酷的报复 雍州城中被屠杀的百姓超过5万余人 长币和安南志略则认为 整个广西被交纸军屠罗的百姓 高达十余万 反对新法的苏氏 在指责神起时 却说广西因为他们的施政 被屠杀了数十万人 反王安市变法的宋史神起传中 也沿用了这一观点 当然即使抛开新旧党政的立场 交纸军在这一系列战事中 所犯下的暴行 也可谓十足的野蛮无耻 李长杰在攻陷雍州后 还打算继续北上攻打贵州 却不料北宋的南真大军 已然抵达了前线 交纸军意识到时机已失 便选择了撤退 宋神宗在听闻苏贱逊国后 非常悲伤 他认为多亏了雍州满城军民的坚持 才为大军的集结和南真争取了时间 如此才使得交纸军 无法进一步荼毒两广 神宗追赠苏贱 为奋国军截度时 嗜好忠勇 苏贱一门有七个亲族 被授予官职 然而此时此刻 能拜领官职的 也只有长子苏紫园 仍活在世上 而在雍州城中 还有更多位抵御交纸人 而全家罹难的不屈勇者 西宁八年十二月 慎怒的宋神宗 发布了讨交纸赤玉 他要让交纸人血债血偿 安南咸云大军 总计战员十万人 配备二十万后勤民夫 战马一万战兵 他都由驻防北方的 禁军精锐组成 艳达 姚四 李浩 曲真 苗吕 张世举 王明等西军骨干 也都随军出征 可谓是西宁朝 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 一开始 宋神宗想要任命的三军主帅 是在和黄开边时 立有其功的太监李信 副帅则是老于边世的文臣赵信 但李信作为神宗的绝对心腹 一代担任主帅 势必会造成军权的进一步膨胀 那么皇帝指挥军队 便能绕开两府为所欲为 当时王安石已经副相 包括他在内的大量官员 都对此表示了反对 神宗摆不平朝堂 也值得作罢 可即使李信做不了主帅 赵谢也明白 人不到他顶替这个位置 于是他便很识趣的推荐 自己的老上司郭奎担任主帅 作为这个时期 北宋资历最深厚的素将 郭奎自然当仁不让 新宁九年三月 郭奎即统帅三军 南征郊治而去 鉴于宋郊边境 山路崎岖 后勤转于困难 郭奎先以青州之州为前锋 攻克了郊治沿海的据点 永安州 然后分前老将河滨 与杨从心二人 率领水军协同作战 郭奎的本镇 则在六月时进入广西 至九月才到达雍州 完成了对整个广西的招负 之所以走了这么久 实在是因为南方数热难耐 北方士兵达到水土不服 军队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 放在休整之上 其实宋神宗和赵谢 都曾建议过郭奎 多以南方动民为南征军的主体 只是遭到了郭奎的拒绝 可能因为争论的太激烈 老郭干脆拉上艳打 令设指挥部 彻底架空了赵谢 在军事作战上的发言权 新宁九年十二月 宋军发起反攻 燕达率领先头部队 强攻交纸边境要地广元州 广元州被迫开城投降 宋军出战告解 俘虏五千交纸军 解救三千被掳走的宋朝百姓 拿下广元后 燕达并没有像过去的侯仁堡那样 一路诸图猛进 直冲交纸首都 他和郭奎都料定 交纸边境的山区里 满伏着上外敌军 宋军人生地不熟 必须要谨慎勇兵 燕达留下屈真 等三千士族断后 自己率主力 反悔安南行营 大军本阵 然后全军在稳步向南推进 行至闻州北面的绝里埃 宋军与交纸军重兵 发生会战 郭奎派出勇将张世举 率先出战 面对交纸军的相兵 宋军先用强弩射死相兵 缓解其攻势 然后又前假释 看去那些还活着的战相相比 交纸战相受到惊吓 掉头就跑 大量交纸军被自己的战相给踩死 郭奎在顺势发动总攻 一举功课绝里埃 而门将屈真 也在同一时刻 拿下了北面的门州 宋军终于在12月21日 顺利抵达富良江北岸 此时距离交纸国首都申龙府 已不足30里的距离 面对宋军的重兵压境 交纸国也并非全无准备 他们早已组织起来 400余艘战舰 恒兰在富良江江面上 以阻挡宋军渡河 而宋军水师 又被交纸军阻隔在了东京港口 统军洋从先 以孤军发动数十次进攻 但都没有任何斩获 缺乏水军的掩护和运输 宋军被迫在富良江北岸 等待了40余日 后群运输的压力 竟将让郭奎意识到 不能再等下去了 好在带路党这东西 并不是宋军的特产 交纸军那边同样不少 宋将苗履 连在交纸军带路党的协助下 自如月江一带渡江 顺利拔出了交纸军 在南岸的几个小据点 有了落脚点 郭奎又派遣部将王靖 率领500士兵 前往修建福桥 一共大军渡江 结果这王靖谈功冒进 带着500人渡江后 就直冲交纸军大营 结果发觉 只是一座空影 王靖觉得不过瘾 并将交纸军军营 完全破坏焚烧 简直是生怕交纸人 这场前哨战 后来被越南史料发挥了一下 就变成斩杀宋军数千人 并逼迫宋军撤退的 史诗性大劫了 一季如月江大劫 咱也不知道杀个数千人 怎么就让宋军撤退的 而之后的富良江决战 又为什么不翼而飞了 渡江前哨战失败后 宋军并不气馁 应答又建议郭奎先假装后退 引诱交纸军过岸后 再做决战 郭奎接受了他的建议 宋军全军开始后撤 交纸军见到宋军露出破绽 果然重计上钩 跟着登陆北岸 追击宋军 然而就在此时 一件奇怪的事突然发生了 竟有数百艘战船 自东京港口方向靠近宋军位置 难道是河滨与阳从先赶到了 宋军抱着心中的疑惑 上前坚硬水军 不想船中窜出的 竟是数万交纸军 果然就连阴招 也不是宋军所特有的 遭到这波偷袭 宋军险些被打得潜军崩溃 多亏郭奎带着清军 硬顶上去 才算稳住了阵脚 这一刻 郭奎不知有无想起 新年战死的国尊 蹉跎军舰数十年 郭奎早已经和他那位 猛将兄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范仲淹的培养 让他在少年时 便得到了朝廷高层的重视 寒起的推荐 又让郭奎四十出头的年纪 便位列执政 精英路线 似乎让这位英列之后 早早的就与基层士兵 拉开了距离 贪攻击尽的武将 崇厄在他眼里是个祸患 王少召谢这些 被朝廷众有的文臣 他也是想弹劾就弹劾 早已成为 北宋军界顶峰的郭奎 还有什么 是值得他追求的东西 后续只有当他 再次会舞起兄长的体检 以迅猛如精雷的攻势 撬碎敌军的脑壳 当先却再次染红他的衣架时 这三军统帅 才不负西军先烈的威脸 跟我上 永远是专属于 将指挥官的奢侈品 宋军看到主帅这么给力 哥哥都和打了鸡血一样 逆冲 娇治军大阵 在艳达协同指挥下 宋军顺利赌毁了 战场主动权 娇治军前一秒还优势在我 后一秒 就已经被宋军反攻的开神后退 唯有娇治军大将 红镇太子所护的500清兵 坚守阵型 死战不退 总大将带清兵上前线 果然也不是宋军的特产 按照娇治王李谦德 当时11岁的年纪 应该不至于年少有为道 能生儿子 红镇太子肯定不是小李的儿子 但能教太子 身份地位也必然不低 据孙公谈谱所在 红镇太子对这支清军的训练 非常严格 所谓进奢侑 交与阵法 瑞胜 每个人都还拿着金色的盾牌 特别拉风 只是如今面对 士气旺盛的宋军 别说交与阵法了 就算是全部交葵花宝典 也不顶用 过魁正确找不到 交纸军指挥部在哪里 突然看到这五百面黄金路标 亮了出来 心下大喜 立刻就派遣五千贩落骑兵 油门将张士举和王敏率领 只脱红镇太子而去 一番横冲直撞 便将这送到嘴边的交纸军指挥部 完全击溃 剩下的交纸军 也再没有了金气神 遭到宋军的完全压抵 水战 交纸军 粗如江水者不可胜数 水为之三日不留 宋军 杀起大将红镇太子 请左郎将阮根 富粮将会战 宋军获得了胜利 交纸王李千德听闻军报 肝胆俱立 联盟派出使者 前往宋军大营上表情像 并愿意割让 纳苏 卯 斯朗 蒙亮 广元这五周给宋朝 同时归还所有掳掠的宋朝百姓 以表臣服 按照正常情况 击溃了交纸军主力 也无所为他们投不投降 只要接着拿下升龙府 请拿李千德 那金子银子 不倒还是宋朝的吗 然而在胜利的喜悦过后 冷静下来的郭奎却发现 经过长期的异地作战 因水土不服 而胀气所引发的疾病 已然在宋军军营中蔓延开来 连猛将驱针 也因为患病严重 被先一步送回了开封治疗 再加上后方的物资补给困难 宋军之中 竟有半数人员伤亡 而活下来的士兵和民夫 也批病交加 无力再战 即使进一步南下 攻克山龙府 宋军还要面对 接踵而至的治安战 这些难题 必然是如今的安南行营大军 所无法面对的 可郭奎知道 宋深宗所下达的命令 从来都是公路 升龙府 灭亡交职 若是擅自撤兵 则意味着在违抗军命的同时 又导致了战略目标的失败 郭奎 必然会遭到极其严厉的问责 使劲已忧 退已忧 郭奎该如何抉择呢 然当郭奎 看着这犹如人间地狱的伤病影 看着那染病身亡的 数万将士尸骨 他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 然后郭奎便接受了 李谦德的奇想 率领三军 颁事而还 一如当年 他跟随在范仲淹声策时 范仲淹推动于西夏的 一合一般 他们所构建的武力 从来是为宝静安民而生 却非为统治者 盲目的战略冒进而生 果然 在退兵后 郭奎和赵燮 都遭到了朝廷 极其严肃的问责 赵燮和蔡叶 周卧的一干文臣 因转运两草力 皆遭到了扁关 而郭奎 则在阎官蔡雀的弹劾下 从极其尊贵的宣徽南院时 截渡留后 被扁关为 左卫将军 袭京安置 从此结束了 自己的政治前途 他原本距离截渡时 只有一步之遥 最后却只能在去世时 被朝廷追赠为 雄武军截渡时 实在是莫大的遗憾 神宗对安南行的大局问责 使得随军宦官李顺举 也惶恐不安 他自行贬官 得到了神宗的允准 而当燕打 也请求神宗受回赏赐时 却遭到了拒绝 宋人笔记中 虽多有指责郭奎 因进军过曼 而一无战机 但事实上 即使是交纸 割让给宋朝的广元州 因为气候及后期运输的问题 宋朝也很难有效地控制 驻扎在当地的士兵 十有八九都会因为水土不服 和一兵袭扰而去世 同时为了支持广元州的后勤无忌 后方转运的投入又高达亿万 无奈之下 朝廷也只得再将广元州 重新赐给娇治 从政治层面而言 宋朝战争并没有完成攻灭娇治 收回汉唐故土的目标 北宋的这次军事行动 无疑是失败的 但这种战略目标 本来就是基于宋神宗 及其执政团队 盲目自大的自我认知上 所定下的方案 对待西北的战局 他们有宋太宗的试错先例可参照 所以能制定出 更持终有效的拖边方案 而对于娇治 太宗时的经验便不够用了 所以他们惊讶于 永州的实现 也惊讶于 十万大军竟然不能一举攻灭娇治 而从没有去想过 时代早就变了 东亚诸国早就成长了起来 西南为了南朝 却也然形成了大理娇治 吴歌 战争等多个王朝 割据对质的时代 非道万不得已 苏哈赌国运这种事 只能霍国殃民 当然 对于西北局势的认知 神宗也得有人在旁拉着 等到缘分年间 他大圈独揽了 苏哈赌国运这种蠢事 又会再来一遍 但面对遭遇独立崛起的娇治 宋君却能树战破底 就会被掳掠的广西百姓 那么这一次出征 也不是全无意义呢 事实上 这是因为富良江之战 才让娇治重新认识到了 中原王朝的武力 自此之后 娇治国一改 先前百多年的北上侵略之举 完全蜕变成了 一个岁月静好 体贴乖巧的朝贡国 再加上狄青平南史 留下的土官制度 宋朝南疆的国防环境 也变得更加稳定 即使在两宋战乱之际 娇治也再不敢来 温水摸鱼 那么以此来看 这对于生活在两国边境的百姓而言 依然是最好的结局 最后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